政府公布明年1月至3月賣地計劃 以招標方式出售三幅住宅用地 分別位於山頂、啟德和古洞北新發展區 合共提供約2240個單位 連同港鐵黃竹坑站第六期發展項目 和另外五個私人發展和重建項目 預料第四季土地合共可以提供約4800個單位 這個數字是今個財政年度的四個季度當中是最高的 連同早前三個季度一共是8070個單位的土地供應 我們預計今個財政年度來自不同來源的私人房屋土地供應 一共可以提供大約12870個住宅單位 這是十分接近今年私人房屋供應我們12900個單位的目標的 另外政府會推出一幅位於銅鑼灣加勞連山道的商業用地 涉及總流面面積10萬平方米